就这操作是不是应该说一句牛批 这就是国外版的男生女生向前冲 每个关卡都在燃烧选手的核心力量 只要闯关成功就会获得100万奖金 当然关卡的难度也会让你目瞪口呆 今天的挑战者是西装暴徒老黑 首先第一关的水上梅花装 老黑一步并两步轻松通过 接着来到第二关的机械臂 老黑如同丛林中的猴子一样 一气呵成的完成了挑战 真是牛批 接下来的一关就厉害 不仅考验选手的上肢力量和腰腹力量 还非常考验着选手的应变能力 因为齿轮会一直在摇摆 稍不注意就会抓个季末 接着来到风火轮 虽然这关看似简单 其实很多选手都折在这里 紧接着老黑来到第五关 这关由七个翻板组成 每个翻板都是左右摇摆 选手每一次移动都会消耗大量体能 这一关不仅仅考验选手的爆发力 还考验选手四肢的协调性 老黑这实力真是小弩牛坐飞机牛批冲天 接着就是4米2的曲面墙 真是太酷了 简简单单的曲面墙 都能让老黑狠狠地秀上一把 这让主持台上的黑白无常震惊不已 随着现场的欢呼声后 来到最难的一关 看到老黑这般行云流水的操作 屏幕前的观众是不是感觉自己又行了 其实在这里根本算不了什么 难度是后面的旋转360度的转盘 这么牛批的操作 让现场观众沸腾了起来 连续三个360度的重力旋转盘 让我隔着屏幕都看着胳膊疼 这让一般人是真的玩不来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大声 赶快让他报名参加赢取100万奖金 随着老黑完美的落地 他也瘫软在地上 可想而知的是刚才的关卡到底有多累 接下来的一关 主要考验选手的手掌握力 比赛规则是不能使用双脚 经过前面几关的洗礼 老黑的体能早已经被炸得所剩无几 现在只是在做无谓的挣扎 完了老黑最后体力不知被淘汰 这么难的关卡来到这里已经很不错了